我發現我有裝備個帳 打Boss用不到帳 所以我可以再換一下面具 我的媽呀 怎麼這麼醜啊 好醜喔 好吧 還是照原設定的 我們要出發去打教宗 沒發現我嗎 沒有耶 沒發現我 又掉一個盾給我 最終準備 先把血補滿 這個Boss應該也是落火 不見了 一個圖次就不見了 對 敵強角啦 看不到 他的圖次命中率很低 後退後退 分身出來囉 分身落火子 因為有土活子的話 可以把他幹掉 這樣就只剩下叫中一個人 還叫分身 招死啊你 欸 換頭套 換頭套 很容易忘記的這個步驟 哎呀 發工資囉 可以得到多少魂呢 看一下 五萬多 嗯 還不錯 要不要先回家 升一下級 現在好多魂喔 現在就把力氣 升到四死 然後升上好多垃圾喔 我把它整理一下好了 這個叫中騎士 居然掉了四個手套給我耶 那戒指要整理一下嗎 火抗性戒指應該是用不到 這個也用不到 這個也是 蠻多用不到的 好 我們再去跟旁邊NPC講話 嗯 已經準備好囉 他說安妮準備好跟我結婚了 可以去接人了 隱藏的暗月廳 這邊區域在往前走的話呢 我建議新手是離線玩 因為這邊可是三代的PK聖地 很多人會在這邊 很多人會在這邊 連線啊 想PVP 如果你要是不想被入侵的話呢 就離線玩吧 兩個光灰石 這邊你要是沒有放隱形魔法過來打的話呢 你只打得到一隻啊 另外一隻會跑掉 這邊有非常多巨人 有些是活的 有些是死的 我們先從旁邊繞過去就好 欸 又有隱形怪啦 這個是 暗防禦戒指 可以增加暗的減傷率 還有怪嗎 怎麼聽到聲音啊 在念咒樣子 喔 是上面的 不是這裡 哎呀 哎呀 哇 已經被發現了 哇 已經被發現了 眼睛真好的 這邊好像是子依主教群 後面還有啊 喔 胖子你還活著啊 胖子就是比較硬有沒有 耐打啊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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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這邊以後呢 先把弓箭切換出來 前面有兩隻人形怪 可以的話 我是想一隻一隻打 不要一次打兩隻 好像沒辦法 一定會一次來兩隻 那就麻煩了 我空手啊 空手打 忘記把武器切換回來 另外一隻來了 先跑先跑 雙拳男敵四手 走位上側 看他們會追到哪裡 開始退了 看 看得到我欸 我都已經真的還知道我回來了 好卑鄙喔 二打一犯規啦 跟過來嗎 一個退了 兩個都退了 水 幹掉一隻了 剩下一隻就不足回去啦 他是對槍 攻擊力速度蠻快的 但是我的盾可以把它造成彈刀 把他搞定 他還掉了那個對槍給我 敏捷要20 他看起來用得很敏捷 可是 我怎麼感覺很笨重啊 因為敏捷不夠的關係嗎 他的需求是20 我好像才17而已 這邊的話就是那個教宗三立萬上面的地方 可以來拿一些東西 這邊有一個寶箱怪 我好像快變很硬 壞掉金之杖槍 唉唷 要是沒練好就變成金之杖槍啦 看一下喔 蠻漂亮的 蠻漂亮的 隱身要再裝備 消除聲音戒指才有用 哇 經理這麼一說 我才發現我居然沒裝啊 我都沒發現我忘記了 這邊應該還有一隻結晶蟲可以打 具體位置在哪裡啊 喔 在這裡 魚人寶石 現在還有9瓶血應該夠用 藍的話倒是1瓶都沒用到 但是魔開見底了可以補一下 這邊的話我們就要回去打 在旁邊裝死的巨人 直接打出因子 弱點逃步 說小版的拳 趁他完全起身之前給他一個輸出 就可以輕鬆搞定他了 但是這隻弱點就沒這麼好打 哎呀已經起來了可惡 好痛 我的媽呀好痛 差點死掉了 嚇死我了 我這麼辛苦打你 掉了一個小寶石給我 這邊有個祕門 下面有好東西呢 下面有兩隻鱷魚 我想帶寶箱頭套刷他們的魂 但是寶箱頭套非常重 所以我的裝備 應該是要換一下 換成青裝 我來看一下哪一件青裝備 可以防禦 防禦好 就可以帶寶箱頭套 記得不死隊的裝備蠻輕的 可以試看看 然後再搭配上 搭配上這個 負重戒指 最後一步就是換頭套 不對 還有個隱身要放 衝啦 啊 咬一下 沒關係撐得住 第一隻硬扛 扛過 給多少魂啊 沒仔細看 第二隻 再拼一下 定 哇 好多魂喔 兩萬多耶 超補的啦 我的魂又破十萬了 寶箱頭套超棒的 神裝啊 然後他還 掉了一個戒指給我 看一下這個 能夠提升HP精力與 裝備重量上限的戒指 很好的戒指喔 這邊有一個四約 地下四約 醜的鑰匙我的媽呀 還有一個光點忘記拿耶 寶箱頭要怎麼拿 就是刷寶箱啊 寶箱有機率會掉 要不然回去 剩下集呢 又十萬了耶 三十五 我現在等級蠻高啦 所以升級都很耗魂 升級居然要三萬多的魂 這樣子的話 應該可以穿回那個 米勒套裝 驅味捲無安 寶箱怪會一直復活嗎 不會喔 寶箱怪死了就死了 他不會復活 迷路了 出口在哪裡 樓梯呢 我從一個樓梯下來的 在這裡 要不要升武器 武器我已經升到極限啦 目前最多就只能升到加7了 再升上去需要10塊 這邊根本打不到10塊 要到後面地圖才可以 隱身要到哪裡去買 隱身首先你要到那個 法蘭那個沼澤拿到黃金卷軸再交給法師 就可以學到 但是你的智力要點到15 才能夠用 沒有腳步撐這個遊戲 真的會變得很乾耶 風景好好 有聲音 這邊就非常陰險 最好的破解法就是一路都用隱身上去 這上面呢很多銀騎士拿的都是獵龍大弓 都恨不得把你射下來 非常的煩人 小心不要自己掉下去喔 差一點差點嚇死我了 這個獵龍大弓是個非常不得了的東西 你看他那個劍 超大一把 好嚇死我了 好嚇死我 我也欣賞這隻劍 直接送到我身體來啦 差點被射下去 不過我們是不死 就算中了這麼一劍還是不會死 這個獵龍大弓我們是拿得到的喔 請問板燈一開始選什麼 你說我的職業嗎 職業是刺客 這邊被刺的話可以直接把他弄下去 但這樣的話就拿不到經驗值啦 這個零騎士好像用出血武器打非常有效 一直出血 蹦蹦蹦一直出血 這個刺針直劍的特殊效果就是能夠打出出血 打出出血 這邊的話可以拿到一個東方人骨灰 這邊的話再上一個隱身魔法 不死獵人那個東西你說消耗品嗎可以喔買的到喔 這隻比較討厭把他引過來打好了 這隻比較討厭把他引過來打好了 在那邊打太危險了一個不小心就會掉下去 喔唷長槍啊 過來啦你不要在那邊打好不好 啊不要在那邊打籃嗎 這邊的話 我們要先下去撿東西 喔了 啊 首先按了個翻滾 下出我一身了 我還以為要掉下去了 這條路在向前走可以開啟一條劍路 不過我覺得開不開無所謂 這邊滾下來 可以撿到一把獵龍大弓 就是那群銀騎士拿的弓 不過他的需求是敏捷20力量20 我的敏捷不夠 還蠻帥的,超巨大 不過也很重就是了 重量死欸 這邊我們要再繞一圈回去剛剛那個地方 不過路上的怪都被我們給清掉 所以走起來應該會很輕鬆 好,我們再次回來發現他居然掉了個東西 小碎片而已 巡禮者 喔,這邊就是結婚的地方 這邊就是結婚的地方 訂約鍵 看一下 可以裝備嗎?我看一下喔 不能欸,他不能夠裝備 任務道具就對了 然後這邊可以撿到黃銅套裝 然後這邊可以撿到黃銅套裝 非常帥氣的套裝啊 等一下可以換上 夜舞五安 啊,床都準備好了呢 那既然是要結婚 我們得換上我們最漂亮的套裝 要慎重一點 應該就是古典套裝了吧 我最好看就是這套 先不要過去 先繞右手邊 有個寶箱 畫身戒指 看一下喔 他的效果是什麼 居然是變性戒指 男變女,女變男 欸,沒笑欸 為什麼 怎麼沒笑啊 喔,橘子而已喔 只是動作而已嗎 不是外表 好吧 我誤會了 啊,來結婚喔 說好的啪啪啪呢? 他就拿了一把劍 往人家頭上 插下去 得到了三個 黑暗印記 說好的結婚呢? 說好的啪啪啪呢? 怎麼就直接把人家給弄死啊 太瞎了 這個黑暗靈魂的結婚 太獨特了吧 不是我能夠理解的範圍啊 好,到這邊我們先離開遊戲 然後再進來 然後再進來 就會發現安里的屍體不見啊 地上多出了一把 安里的直劍 這把劍號稱是最強直劍 不過他吃的是幸運不正 初期誰會點幸運啊 除非你去洗點 不然這把劍是玩不起的 那我們剛剛撿到黃銅套裝 來看一下 很帥的一個裝備 不過有點重 好帥喔 是我目前撿到最帥的裝備 回來一看發現 迅利者也死了啊 掉了一個擬太給我 這個是魔法 飛夢武安 好像有不殺安里的結局 也是有 可是 你想要一周目就解到四個結局 就光靠一個存檔 玩四個結局 就一定得殺他 殺他主要是為了得到黑暗印記 要累積到八個 才可以觸發到另外一個結局 應該是後面這個 還是前面那個 被搞混了 這裡呢 這邊在直走 就是那個打BOSS的門啊 不過正門是打不開的 我們要從旁邊迂迴繞過去 挺麻煩的 對